欢迎大家来到《港经》系列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肥立比书3章13-21 现在先读经文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女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传这样的心 若在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照着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囚敌 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徒福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转以地上的事为念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算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 他要按着 那能叫万有归伏自己的大能 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 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整卷肥立比书的主题是 恒守福音使命的教会 上次和大家分享 就是整卷书的第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讲 弟兄姐妹们彼此的交通代求 另外就是讲到 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要多而又多 第三个大主题就是讲到喜乐 而在这个大主题喜乐里面 又分到三个方向去论述 第一个方向所论述的 就是建立一个正确 个人追求 神所赐我们属天的喜乐 那怎样得着 神所赐的喜乐呢 上一篇的讯息就讲到 不再靠自夸而得喜乐 并且是因得着基督而感到喜乐 最后保罗说 要效法基督就必得喜乐 那我们今天 又继续按着保罗写作真理的思路 继续去探讨 接下来这一段的讯息 第十三节 第十四节这么说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好 亲爱的兄姊妹们 这段经文 你以前读过没有呢 不知道大家 第一个印象 听这段经文的时候 是有什么感受 和理解的呢 我回顾 我第一次 接触到这段 圣经 或者这么说 这个的金句 是什么时候的呢 就是在我中学 我是在一间教教学校里面读书的 当时每间学校的班房里面 都有逼步版 是吧 教教的背景底下 他们就会贴很多的金句上去 其中一段的金句我记得的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是吧 贴起这段经文 在班房里面 言下之意 有一个这样的 可以的解释 是吧 就是鼓励 每一个学习的同学 忘记背后 要继续为自己 定下目标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圣经都是这样 鼓励我们的 是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本书 标杆人生 两个颜色 可能是不同的 印刷的时间 因为很多人都看这本书 买这本书 觉得很积极 是吧 所以加版 再版 又再印 是吧 但是不知道大家 真的看完过这本书的时候 有没有了解到 原来这位作者 引用了保罗这段经文 接着又引用其他圣经的经文 大约有三四十篇的 在我印象当中 不同的短的一些文章 又按经文去解释 去鼓励人 在一些逆境当中 靠着基督 有一种信仰的追求 有一种突破 能够有一个积极的人生 等等 不知道 这段的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的金句 你是怎样去理解他的呢 不知道你的理解 是不是和保罗 原本在这段经文 所表达的信仰含义 是相符的呢 今天很想和大家 再次按着保罗 写作这段经文的真理思路 去思想这两节的经文 称为金句的经文 好吗 那么十四节 向着标杆直跑 那么这个标杆是什么呢 那么第十四节的下半句话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掌上 在基督里面 有事照我来得 是相次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根据 整段经文的上下文思想 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一件事 原本讲的主题是讲 喜乐 是吧 那么为什么教徒有神所赐的喜乐 在主里面的喜乐 靠主的喜乐 是什么意思呢 那使徒保罗就说 我以前没有的 现在有 因为我因认识基督为至宝 又得着基督 所以根据保罗写作的真理思路 你就知道了 他现在的快乐 不是以前靠肉体自夸而来的快乐 是因为他发觉他生命之中 按着神的旨意 能够得着基督 能够将基督的生命 彰显出来 他现在活着的 不在自我 但是基督在他里面活出来 是吧 所以十二节都这么说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我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即究竟基督 想我得着些什么 没错了 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值着 能够恩信称义在基督里 又能够效法基督 得着基督 是吧 这个生命彰显基督 成为一个彰显基督 而感到快乐的基督徒 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所讲 他的真正的标杆 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理解的一件事 他说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即说他不是凡事上 他都能够好确定他 一定能够效法基督 体贴到神 是吧 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他面对 每一次面对的时候 他都是仰望神 以到靠着神 效法基督 能够向罪死 向神活 那么在这里他就继续这么说 他就带着这种信仰的真理的理念 和内心真实这种的学求 就向众圣徒 在这封书信那样说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根据上文的理解 我们知道这个标杆就是要得着基督 效法基督 以到能够有一个喜乐的 基督徒的信仰生命 是吧 所以这里这么说 他说 一件事 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那么这个努力面前 就是指着标杆 那么这个标杆就是指 上文所说 认识基督为自保之后 就要为他凋器万事 要得着基督 既然标杆直立 何谓忘记背后 有很多人将这段经文 按自己的理解 这样去注释 就是无论以前 我走过的路是多么辛苦 又说多么风光 都不要因为辛苦 或者风光 悲伤 而 令到不能够自己继续向前奔跑 是吧 言下之就是说 不要比以前的悲伤 令到你不能够很积极向前奔跑 也都不要因为以前的成功 又令到你骄傲 不能够继续牵卑地向前奔跑 达到下一个目标的成就 是吧 有很多人就用这段经文 这样鼓励人 不要自卑 又不要骄傲 为自己人生继续创造一个积极的心态 是吧 其实这段经文真正意思是不是这样 很清楚 很明显不是的 标竿所指的就是要得着基督 在保罗的论述里面 他未在得着基督 未因得着基督而起落的时候 他因什么而快乐 没错了 他说过了 其实我都是靠肉体的 我更可以靠着肉体夸口的 我更可以靠肉体夸口的 我更可以靠肉体夸口的 昔日他就是这样 所以上文所说 忘记背后就是指什么 既然我现在有新的目标 这个标竿就是要得着基督 而得着基督的 背后的那条路是什么 就靠肉体夸口 得着靠肉体夸口而来的 荣耀感 而产生那种 众人面前的快乐 所以这段经文 向着标竿直跑 忘记背后的意思就是 我要彻底忘记 不要再挂着 昔日的救人 未信主之前那种 以追求个人的荣耀感 得到快乐 成为人生一个的目标 现在的目标是要得着基督 因为这个是从上面照我来得的 奖赏 正如基督耶稣 在四福音《约汉福音》里面讲过 我来是叫羊得着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羊或可指着人 其实他就用当时的比喻 牧羊人 带着羊 牧羊他 透过这个过程 就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被那位大牧者 耶稣基督监督 的人 能够在基督里得生命之后 要得更丰盛 丰盛是因为基督的生命丰盛 彰显神那种美善美德 所以 在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 原来要继续向着标杆直跑 同时要忘记背后 什么意思 就不要挂着后面那个 能够得荣耀得人的称赞 那种快乐 因为那种的快乐 是与 得着基督 能够有的喜乐 是背道而辞的 所以就在后面 但是那样东西会怎样 那样东西好像有种 魔力会吸引你的 所以你往前奔跑 就忘记背后 你试下不奔跑 背后那种的吸引力 仍然会 追随着你的 仍然会将你带回去 旧有那时 靠着 肉体的荣耀 得着重快乐 而忘记了 神照我从上面来得的 奖赏 就是得着基督而来的喜乐 之前跟大家分享 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到 原来有人传福有人出于质道 出于结党是不诚实 同时想加贞 为主受苦 为主传福音 而在监牢当中的保罗 那种的苦楚 你看他的心里面 是多么黑暗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说传福音 明明说是骄徒 为什么会结党和贼道 因为他们里面 真正令到他快乐的是什么 既然他用这种方式想加贞保罗的苦楚 那他们这班人 因着保罗给他 为什么这么苦楚 就是因为被保罗 比下去 得不到他想得到这种 从肉体 得胜而来的 荣耀 所以就没有这种 靠肉体 而得胜 荣耀的快乐 所以他就很痛苦 现在用这一套 个人在世界 这种的理念 想比保罗更好 就反过来 以为保罗就会因为这样 而加争苦楚 谁不知 保罗的快乐是怎么来的 就是他是效法基督 不是因为他侍奉给别人 不是因为他侍奉给别人好 这样的层面而来 而是说 当他侍奉的时候他发觉 他能够下法基督 得着基督 当他侍奉将福音果效 带到给 未信的群体 让他们信主之后 他们的目标 又按着真理一样 得着基督 效法基督 又有荣耀 又有喜乐 这个就是 使徒保罗内心的喜乐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要向着 标杆直跑 但是千万不要 不跟这段经文的上下文自己解释 如果你自己解释 为自己这段经文所说的标杆 立了一个你认为清晰的目标 谁不知 就不是按着 圣灵感动保罗所写的标杆 有时候你的奔跑 既然不合乎这段经文的解释 这个标杆 这种奔跑 可能是枉然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按这段经文的上下文 来清什么叫做标杆 清楚了 在圣灵的感动和大令下 你有喜爱 这个标杆的时候 我们就决力向着标杆直跑 因为这个标杆就是得着耶稣基督 既然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在主里面因得着基督 而有真实的喜乐 撒体姊妹们 十三次 司徒保罗这么说 大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因为在他还有再世的日子 他仍然要在 信仰这条 奔跑的道路上 在不同的经历之中 都能够 继续去得着基督 彰显基督 丰盛的生命 同时十五次就说 所以我们中间 凡事完全全 总要全 这样的心 这里就讲到我们了 司徒保罗按照这段他理解的真理 就是怎样得着基督 而起落的真理 教导 肥立比众圣徒 包括现在我们一个时代的圣徒 我们都在其中 保罗要我们按着神的旨意 一同这样追求 所以十五次说 所以我们 这里提到的我们 又提到什么人 他说 凡事完全人 完全人这个字 在英文就是 信仰成熟的意思 是吧 这种信仰成熟的人 他说 总要全 这样的心 什么意思 就是常常里头都有这种深思意念 这个这样的心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文所说 是忘记背后 以背后那种 以前追求靠肉体而荣耀快乐 因认识基督都当作有损 甚至凡事 如果都 有这种 昔日 靠肉体而夸耀快乐的原则在里面的话 都好似看作什么 分土 因为我这样的深思就是包括了什么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既然我认识基督就以基督为自保 这种漸漸的改变 令到我会 认清楚什么是基督 给我的标杆 我又会 向着这个标杆 直跑的 充满这种学慕 要得着基督 对吗 所以这里所说的全这样的心 就是指上文忘记背后 在着标杆直跑 跟着经文又说 若在什么事上传 别样的心 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 以此指示你们 这个此是指哪 没错 就是上文所说的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 是吧 这段经文来到下半句 什么意思 在什么事上传别样的心 就是烦在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有了别样的心出来 这个别样的心 是什么导致你人生会快乐的 你发觉里面的根本 这种根源是什么 哦原来是 和人比较完之后 你比较了 你觉得 有荣耀感 你产生这种快乐的 就是这种什么事上 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思意念 去面对那件事的话 神就告诉你 我一定会以此指示你们 就是说 如果你传了这种 昔日救人那种 荣耀靠肉体而来的荣耀 而产生的快乐 神就会按着 内心已经 启示在你里头所传的真理 以此来指示你 告诉你 不要这样走 你应该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不要再传这种旧有的心 那要传 真理所给你的新的心灵 这样的心 参加突然之闷闷闷 无论你经历什么事情 你发觉你开心不开心 你要反思 中间为什么你开心不开心 是不是因为你 被别人厉害 得到那样东西 可以在人面前夸耀 所以你快乐一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 神就一定以这段经文来指示你 不要这样 因为你以前一种的心态 现在你传这种的心态 就是与 神在这段经文所启示的真理 背道而似 你反而是 没有向着标杆直跑 竟然走回背后以前的道路 是不是 所以现在神必以此之善力 记得 神的儿女们 众圣徒 你之所以 有神所赐给你的 喜乐 是在主里面的 主里面的喜乐就是得着基督 以基督为自保 所以我们继续根据保罗写作的思路 16节 然而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记得上一节就说 完全人 总是有这种深思意念 但是有些人 可能传了别样的深 那就是说 在信仰 理解 和实践在各方面的能力 信仰的力度是有 层次之分的 有些人成熟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的真理 他常常都可以应用在生活之中 有些人就 不能够常常应用 有时可以 有时不行 在这个时候 保罗就劝勉众圣徒 包括自己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 当照着什么地步行 既然是这样 那我就按着我当时那种信仰的情况 继续这样行 对呀 对呀 你未成熟 你有些时候都走回头路 不要紧 圣经说 神必以此指善你 既然说得以此指善你 就是说 在你别传 别让的心出来的时候 走了段路的时候 神一定会 按着他父神的慈爱 和他所命定的旨意 要我们得着基督 为快乐 为自博的时候 他一定以这个真理来指示你的 既然今天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如果你理解 你明白 你又在圣灵的感动中 爱慕 这个真理就随时会指示你 无论去到哪个地步 真理的灵 就会用真理来指示你 叫你真正得着基督 在凡事上 效法基督 彰显基督 而得着喜乐 所以亲爱的第一节目 我们无论去到哪个地步 神就会按着这段经文真理 提醒我们 17节 弟兄们 你们要一同效法我 亚当留意 看哪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什么意思呢 在这里 保罗很明显就是 不单是保罗我是这样行的 原来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基督徒 与保罗一样 都是这样行的 所以就血面受信的中性徒 或者是听到的中性徒 你们一定要下发我 不单止我 其实 也有其他人 跟我一样 这样留意着 向着标杆直跑 这些榜样 请弟兄姊妹们要注视 为什么 那为什么无端端 保罗要这样提 众圣徒要下发他 和那些 和保罗一样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那些 成熟的 美好榜样的众圣徒 保罗说 因为 他为什么这么紧张 要众圣徒留意这些美好的榜样 因为 有许多人 有很多的例子 很多人 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 仇敌 这里所说 很明显说 有一帮人 是与基督 十字架里面这个福音的信息 是 抵挡的 是仇敌 在这里如果我们思想 会不会是那些未信者 所说的 信仰 那种的抵挡 在这里所称为的仇敌呢 但我们跟上下文就知道 应该不是 是说到教会里面有一批人 上文一说的是什么 就有一帮人就是以 国礼为致夸的 所以在 教会里面有一帮 称为行恶的犬虑 是吧 所以 这里很明显说的 囚敌就不是那些 不信者的囚敌 是在教会里面 自称为基督的 但是他们的行为表现 就是基督十字架的囚敌 表面上他们是基督 表面上所说的说话 好像是基督教的 信仰 观念 但是实质上 你对照真理 你会发觉你所做的事 与基督所传的福音 与基督教的 说要救罪人的真理理念 是背道而驰的 是抵挡着基督的 就正如 我刚才所说的 上文就说到 靠主喜乐 为什么要这么提他们 于他们是妥当的 因为他要防备犬虑 防备作恶的 原来是说的那些 行国礼 行国礼 没有犯法的 没有违背摩西律法的 也没有违背真理 但是他以行国礼为自夸 而弃绝了 应该要跨基督的救赎 是吧 所以他讲到的就是 这种不是真国礼来的 真国礼就不是靠着国礼这个律法 行走 而自夸 而自意的 反过来 真正的国礼是 恩信基督 就将荣耀归于基督 同时有一种谦卑的心 在神的面前 产生那种灵类的敬拜 所以这一道 不单只是讲到 这一道所讲 按着这种行国礼 靠肉体自夸 成为基督十字架 这个的囚敌 因为基督十字架的道理 就要救人 脱离 因行律法 清义的 是救人脱离 行恶的生命 但是现在 保罗就提到 原来有很多人 怎样 都是基督十字架的 囚敌 是在 教会的圈子里面 是一种 大家一起 探到信仰的圈子里面 就正如加勒太书第六章 十一到十四节 保罗说 请害我亲手写 你们的字 何等的大 凡稀图 外貌 看面的人 都勉强 你们受国礼 你们就指那帮 教会里面的信徒 受信者 保罗所血缅的对象 但是有一批人 就是这帮圣徒所面对的 另一个信仰群体 他们是怎样的 他们要勉强 教徒受国礼 为什么这么说 原来他们说 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 受迫巴 因为当时有一批人 我们都去受国礼 为什么 因为我们受了国礼之后 就不会被犹太的信仲 或者犹太教背经的信仲 群众的压力所影响 甚至会迫巴 所以保罗就看穿看透这批人 为什么无端端 恩信耶稣 已经恩信清义 为什么要加上 勉强人要受国礼 哎呀 哎呀他们就 免得人来 迫巴他们 就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 受迫巴 什么意思呀 就是我们不是靠行摩斯的律法 清义的 我们单单信耶稣基督 为我们 钉十字架 而清义的 对吧 所以 13节说 他们哪些受国礼的 连自己也不守律法 他们说受国礼 靠行律法而自夸 但原来有很多的律法 他们都没有守 他们只是强调他们自己能守 对吧 他们愿意你们受国礼 不过是要藉着你们的肉体 夸口 你看 我们的信仰是这样的 又带动了你们都这样追求这个信仰 哈哈 你看我 多聪明啊 藉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对吧 所以 我们知道 这里所指的就是 原来 在信仰的群体当中 有一帮人 自称是追随基督的 但是所说的 信仰理念 是与基督十字架 是 违背 是囚敌 是囚敌 在《使徒人传》第21章 17到21节 就说到 使徒保罗上到耶路撒冷 将他 几次的 在外邦里面 作福音工作的事情 和在耶路撒冷 那里的信仰群体 第兄姐妹分享 19节 保罗问了他们的案 便将神用他传教 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 一一地述书了 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 很正面的反应 也都应该 实践出来的真理 大家都知道 保罗所做的 是要将荣耀归给神 你留意 跟着他们所说的说话 又对保罗说 兄台 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 有多少万 为什么要提这个数字 保罗没有提 在这段经文 没有突显出来 为什么 就要突显出 这帮跟保罗说话的信徒的 内心世界 你看我们犹太人中所做的 比起你外国人当中所做的 厉害很多 有数字可以作为 证据的 有多少万 你发觉他这种心态 真的是这样的 因为后文就告诉你 他们是这样想的 并且 这个多少万得来 不是随随的 不是不热心的 是为律 热心的 既然为律法热心 X 这个司徒保罗 你都要像我们这样 为律法热心的 跟着他们说什么 有人说你 司徒保罗在外帮人传福音 就叫那些 犹太人 离弃摩西 不要让那些孩子行国礼 然后他们认为行国礼很重要 是吧 这种是一种对律法热心应有的态度 是吧 那行国礼真正的真理念是什么 就不是靠肉体 去主宰自己人生的道路 你是靠什么 信心 信靠神 走前面的路 因为阿伯拉罕之所以行国礼 是要作为一个记号告诉他 他之前的信仰生活是怎样 不是完全人 这个所指的完全也是说到信心的完全 在 创世纪第17章 讲到 阿伯拉罕 说了名了 他行国礼 因为他在神面前 不是完全人 所以他要透过行国礼 去回顾他 信心的历程 是吧 从出吾尔有信心 但是信心会 聚落 信心不足 所以神就继续帮助他 从 听从 太太 娶了下格 想着生个小朋友来成就神的旨意 但是真正的信心 是要等候撒拉所生出来的 应许的儿子 所以国礼背后的意思 就不是按肉体 按自己的 私欲 作为主导者 是按着神 并带着信靠的心 行前面的路 所以就不是说 我割了 就以为自己 行了律法 割了来 但是没有 里头这种信靠神 这种 灵律真实的本质 这种国礼不是真国礼 是吧 所以这段经文就显明了 当时 和保罗所说的这帮 犹太教背景的信徒 仍然是很着紧 摩西传福音的时候 有没有教导 犹太人 那些人要 遵守 摩西律法 这样才叫做 热心 但却没有将 国礼的 真正的 灵律的意思 信仰真实的含义 显明出来 是吧 只是彰显这个行为 没有教导里面的实意 所以透过这几段经文 你就知道 为什么保罗 在这里这么说 他说我屡次告诉你们 现在有流泪地告诉你们 因为有很多人 在教会的圈子里面 原来他所表达的信仰 仔细去考究之后发觉是与基督十字架是为敌的 要很仔细才分别得到 所以他屡次告诉这帮 肥立比教会的圣徒 现在重点 流泪地告诉什么意思 就是说了很多次 似乎他们的警醒 不足够 他现在哭着 告诉他们 什么意思 如果这种 警醒 不足的时候 甚至我现在哭着来 告诉你们的时候 你们都不听 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是吧 要不然怎么流泪地告诉你 是吧 所以 这种的后果是怎样的 这种类似的告诉 在上文已经告诉我们 听了 第一节说 我还有话说 跟着第一节的最后那句话 于你们却是妥当 就是要靠主在主里面那种喜乐 是吧 于你们却是妥当 有与基督十字架 这个真理理念为敌的 是吧 因为他们仍然是靠着肉体夸口 所以提醒他们要放逼 为什么要流泪地告诉你们 因为 这帮人 最终的结局是 沉沦 在教会里面有一批人 的结局是沉沦 为什么 因为他们里面 真实的神 不是耶稣基督 他们的结局 一定是沉沦 这种 知道结局是沉沦 灭绝 而有 内心十分痛楚 牧养这帮圣徒 会流泪痛哭的 这种情况 你想起哪个 我当年就想起摩世了 在生命记第30章 18到19节 是记述到 摩世最后的阶段 他写的经文 他在 临离开这个世界之前 他这样说 我今天明明告诉你们 你们必要灭亡 什么意思 他说在你们 过约丹河 进去得为业的地上 你们的日子必不长久 摩世已经在这里预言了 预告了 以色列人 是照着神的智 入了加勒地 但最终 在不久的日子里面 就灭亡了 所以19节就表达了这种 按着神的心意 忠心作目者的 这样说 我今天呼天换地 和 投资斯斯团保罗说 开哭地 哭泣地 告诉你们 是吧 因为这种目者内心是怎样的 渴望他们 能够存活 能够得着神 从上面 照他们来得的 掌上 谁不知 原来他们里头听不入 既然听不入就怎样 必要灭亡 他现在流泪痛哭 呼天换地地向他们作见证 我已经将生死祸福 撑命在你面前 所以你们要拣选生命 使你和你的后队都得 长活 他们肉身之所以能够长活 在这个应许之地 不被灭亡 是因为他们 选择了行 神的道 得着 信服神那种 信仰的生命 但他们的结果是怎样 灭亡 我们来回这段经文 《肥立比书》 第3章19节 他说 这一帮人的结果就是 沉沦 那他们为何沉沦 圣经就说 他们的神 就是自己的土福 不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们说 他们信耶稣基督 说 但他们里头真正的神 不是耶稣基督 是自己的土福 那自己的土福是什么意思 土福这里原来在原文可以译做子宫 或者那个土腩 腹部 是吧 亦都可以有一种比喻表达什么 很内心的东西 是吧 原来他自己里面的东西 是他们的神 是什么意思 那当然不是说 里面那条腸啊 那些器官是他的神 是吧 是至今 人里头的 人里头的私欲 人里头的那种 欲望 成为他的神 真正的主宰 就不是耶稣基督 是他的主宰 我们用另一段经文 能够更加去详细理解 自己的土福 是神的意思 我们去到罗马书第十六章 十七到十八节 弟兄们 那些离间你们 叫你们跌倒 背负所学之道的人 我劝你们要留意 躲避他们 因为这样的人 不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只服侍自己的土福 用花而考语 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每个人都有土福的 每个人都内心有神给我们的欲望的 但是我们的欲望成为我们的主人的时候 他就成为我们服侍的对象 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说到 在教会里面 有一帮人就是以服侍自己的土福 为目标的 所以到信仰要分辨的时候 他们是不服侍耶稣基督 你怎么知道他不服侍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所行的事情是背负所学之道 他们有教会里面学 圣经里面真理的道理 但是他们却背负了 因为他们服侍的是自己的土福 不是耶稣基督 所以这里说他们的结局是沉沦 因为他们的神 不是真神 是自己 的私欲 自己的欲望 这种只是服侍自己 能够取悦自己欲望的人 是会怎样的 保罗说 他们 以自己的羞辱为 荣耀 什么意思呢 明明在神的眼中是羞辱的事情 在他的眼中 看为荣耀 前文所说的就是这帮犬类作恶的 明明的靠肉体而夸耀行过来 在神的眼中是羞辱的 但是他们却以这样东西为可夸耀的 所以保罗以前都是这样 他说我都可以靠肉体夸耀 我甚至呢 靠肉体夸耀告诉人 你说我多敢热心 逼不教会 在神的眼中看保罗逼不教会 当然是羞辱的事 败坏的事 但是保罗 未恩信基督得着基督的时候 他是以 逼不教会 为可夸耀的 以神眼中看为羞辱的事情 为荣耀的 这种情况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人就是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地上的事就是他人生里面 一切的事 在地上之上的事 是不实际的 或者 以 上面的事 按着神的原则所论述的事 于他来说 没有吸引力 因为他里面的私欲 所看重的 所注重的就是地上的事 所以按以深说 他就逼不教会 使徒保罗 他在 律法的事情上 他要做到 无可指责 是吧 但是他做到无可指责 是为了 在人面前 可以比较底下 而跨要自己 这个就叫做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但是 保罗就说 我们他是 天上的国民 那就注重天上的事 不单止 得着基督 不单止是要 照着 上面 叫我来得的 掌赏 是吧 这就是天上的事 天上的事 就是知道 上文说 基督从上面 要我来得的 掌赏 我知道 就是我人生的标杆 得着基督 得着喜乐 同时天上的国民 还有什么事 就是等候救主 所以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的人 他们是 不想着 主回来的 甚至他们心里面 根本不信 主会回来的 但是 属神的人 天上的国民是怎样的 是要得着 天上 召我来得的 的掌赏 同时都等候 天上要降临的救主 正如这段经文 保罗讲得很清楚 等候救主就是 主耶稣基督从 天上 降临 当主耶稣从天上降临 于我们有什么 那么重要性 上面就讲到 那班人 以自己神为土福的人 他们的结局 是什么 沉沦 但是我们 我们等候救主来的时候 我们不是结局是沉沦的 我们的结局是什么 他要按着 能叫万有 归伏自己的大能 有种能力 万有都服从他的能力 这种能力 将在我们这种 悲战的身体身上 突然之间就改变了 这种身体 突然改变 荣耀 与 基督 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这里特别 讲到荣耀的身体 七月顶之妹们 为什么以前的人 会有种快乐感 因为有荣耀感 荣耀感 就是因为他靠着肉体 比别人 有荣耀感 有快乐 现在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我们真正的快乐 不是靠肉体而关口 是怎样 是能够得着基督 荣耀基督 而快乐 不单止我们的生命 荣耀而快乐 将来我们的身体 一样荣耀 所以我们跟回这段经文的一开始 我们知道 《喜乐》是这段经文的主题 每一个骄徒 都应该追求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掌赏 就是得着基督 效法基督 高举基督 荣耀基督 这种信仰 才能够称为在主女的快乐 既然如此 我们就以基督为自保 要得罪基督 这个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掌赏 而产生这种信仰当中主女的喜乐 并且我们天国的子民 等候荣耀的身体 等候荣耀的基督 那么现在我总结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的主题是 当追求主女的喜乐 建立个人 就是先建立个人 关乎主女喜乐的真理理念 第一点 远离昔日自夸 而得的荣耀与快乐 第二点 揭力得着基督 而生的荣耀与喜乐 第三点 圣徒当以得着基督 而喜乐为标杆 第四点 圣徒当专心等候基督 仍荣耀改变 愿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按照这段经文正确理解 标杆的人生 其实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得着基督 我们一起同心献上祈祷 亲天父感谢你 因为你将圣灵赐给众圣徒 你教导我们 按着上下文 真理的意思 去明白这段经文 好叫我们 因明白 领受 又因着信 遵行你的话 可以在凡事上 都按着这段经文 真理的指示 去得着基督 得着喜乐 怨神这样帮众圣徒 打好这个 靠主 得着基督 而来的喜乐 这种信仰的基础 这种真理的基础 好叫我们继续奔跑 以到在众圣徒都这样追求的情况下 大家能够继续 去建立神所喜悦 行守福音 这个教会的群体 远主 谁听我们同心的祈祷 我们献上 祷告 和感谢 奉耶稣基督 圣明 阿们 参观 参观 节目们 今天讲经系列 肥立比书 三章 13到21节 就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